通常喊出特种行业门口再有斗殴 就要警察局长下台之后 全台各现实警局纷纷展开大动作领检 昨晚台北市夜店聚集的信义区 和酒店聚集的中山区 也都进行了扩大领检勤务 就怕又有酒客酒醉闹事 好可以看到大批警力进入夜店之后 夜者也是乖乖配合开灯进行领检 而同样的画面也出现在中山区的酒店 可以看到酒店小姐是一个一个乖乖的 拿身份证件配合警方领检 警方还建议酒店业者 使用金属探车门等仪器 来避免聚众斗殴的案件再度发生 而尽管外界质疑 苏贞昌是想借机换上自己的人马安插亲信 但也已经让全台各警局人人自围 加强领检要小心保住官位 这一刻有点不够的 感谢 给你 味道